银行 钱庄 票券公司 通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的 我才有安全 这个生意才不会被骗 如果说我出去了 我没有办法回收 我的本身都倒掉了 我怎么挺着你呢 同事商业的人 只要有金钱的往来 都一定要知道 要如何去保障这个债权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事情 是对大家来讲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一个债权 如何保障 如何保障债权 譬如说人家来跟你借钱 来买卖 或是说我们去找人家 来盖房子 装房 或是说你这个房子租给人家 这些都是债权 那这个债权要怎么样来保障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以平常在外面呢 最常见的就是说 如果以要来向甲借钱 那甲如何保障他的权利 这个钱能够要的回来 我们就会有几个做法 第一个呢 你要来跟我们借钱 各位我们一般的人都不会 叫他写借据 因为来跟我们借钱的 不是亲戚就是朋友 所以你叫他写借据就伤感情 你干脆跟他讲说 我这里有五千块 你拿去花好了 就不用再还了 干脆就这样 但是如果真的是借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太多太多的一个增值 就是说呢 小孩子去跟妈妈借钱了 妈妈走掉了以后 他的继承人兄弟姐妹就说 这个你要还 结果呢 他当初去跟妈妈借钱 妈妈没有写下任何的借据 或是任何的资料 这个时候呢 他说我哪有跟妈妈借 很多的纠纷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第一个呢 在保障这样的时候呢 应该是要叫对方写借据 不过这个有困难 像老师在处理的话 我就会借据写好 让对方签 这个就好像在签收据一样 借据写好让对方签 所以这个是借据 那各位呢 我们在借贷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那个钱要交付 我说我都是用现金 现金你除非你拍照 不然你就要有证人 否则你我两个人 他以后讲说我哪有跟你拿到 那纵使有写借据 也没有拿到 那你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情形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要求去汇款 或是呢 就是说指定用支票去兑现 禁止背书转让 让支票去兑现 这个情形呢 这个样的借贷呢 他才会成立 所以各位呢 写借据 他只是要让他更明确 那当然这个写借据呢 我们以后再交 这个借据的学问呢 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就写好 让对方签名 那各位呢 以前那些代书 在帮金主做这个借贷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让对方呢 签本票 那这个签本票呢 他要叫你开本票 你也不太会 所以各位呢 他们也是把本票写好 然后呢 让以借款人签名 他们的做法会这样子 让他签名 而且各位呢 有时候他会加上那个利息 或是违约金 那个本票的金额呢 他可能会空白 所以很多人呢 莫名其妙签了一个 本票空白 那空白的话呢 他就会叫他再签一张授权书 就是说授权呢 我这个借你钱的人 可以把那个金额填上去 那这个是我们三道猴子啦 在跟那些租赁公司借钱的时候 很多租赁公司呢 都是用这一种那个金额 就是授权他们填进去的 所以有时候呢 他这个金额都会超过你当初借款的金额 那当然在这个借款的时候 他们会预扣利息啦 然后不能提前清偿啊 违约金 这个以后老师再讲 他会签这个本票 第三个 外面在借钱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呢 就会收他的支票 就是说叫他开支票出来 这个支票呢 就是每一期你还款 这个支票的利息跟本金呢 我就拿去银行搭进去兑现就好 是利用这个支票的信用制度 因为他利用这个 以怕这个支票跳跳呢 他会拒绝往来 他的信用制度会不好 不好的话 以后银行没办法带他钱 还有他在外面做生意的信用会不好 所以呢 经常呢 我们在借贷的时候 会叫对方呢 你每一期还款的时候 你就是本金的支票要开出来 还有利息的支票也会开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透过支票 那各位 第四呢 比较常见的 如果是大额的借款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去设抵押 设抵押权 各位 这个抵押权呢 是我们这个社会资金在流动的时候 最最重要的 银行就像一个社会的心脏 那他里面拥有很多的血液 就是资金 所以他把它压出来了以后呢 那么他会输送到我们人体的全身 让我们有活力 社会也是一样 银行把这个钱放出来 让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呢 都能够去发展 但是银行怎么样能够担保这个钱 能够回收呢 他透过的就是抵押权 所以抵押权法律呢 给他的一个保障呢 就非常的高 所以抵押权他会去设定抵押 就是我以要来跟你夹借钱 所以我就拿我的房屋土地来跟你设定抵押 那不管将来你这个土地房屋移转给谁 我都能够把你追回来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设定抵押来担保 那么将来如果你不还我钱 我就申请法院把你拍卖掉 所以每天银行呢 催收都是在做 催这个账 你不还我 我就是把它拍卖掉 所以才会有法拍市场 法拍市场大部分都来自于抵押权的拍卖 所以设定抵押 那各位呢 假设我70岁了 我没有好的收入 那银行他都不会借我钱 可是我有房子啊 那我现在又没有收入 可以来缴纳利息 还你本金 那这时候我光有房子 那我一卖掉 我可能就没得住 那么就老人来讲 你去外面租房子 没有人要租给你老人啦 因为要怕你房子变凶宅嘛 对不对 而且你怕你老人很多的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说 怎么办呢 我有房子的需求 又有金钱的需要 所以他们就会用流抵 就是把它房子拿去给银行设定抵押 大概拿个五成或六成的钱出来 然后我可以用 也分期给你领 在这个额度里面可以用 那么到时候的话 我如果没有还钱的话 你就把我的房子拿去收归 拿给你 大家结算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透过抵押权呢 用以防养老 我们现在银行就有这个制度 透过这样子呢 设定抵押权 这个抵押权原则上呢 是在不动产最常见 但是这个抵押权 也可以在动产设定抵押登记 有很多的工厂呢 我把这个机器设备 船拿去设定给你银行 那么将来的时候呢 如果我没有还你钱 你就把我这个动产呢 机器设备拍卖掉 所以船啊飞机啊等等 这些租赁公司呢 经常也都在做这个动产抵押 担保的设定 所以动产也是可以去设抵押 来担保这个债权的 所以这个是抵押权的一种处理 这个是设定抵押权 动产呢 我还有一种就是设定职权 那职权的话呢 我们在外面呢 经常很常见 我拿我的名表 名画 对不对 跟你借钱 让你压着 压着我钱还你的话 你把那个表或话还我 那各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们就很容易想到啦 那这不是我们很多的外面就有写这个啊 当铺 借钱当铺 它写万物皆可借 哎呀汽车也拿来当啊 什么也拿来当啊 各位这个是在当铺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点档 这个在香港叫大压啦 那么各位这个就是用设定职权 各位还有呢 我们去要承栏工程 那么呢要 履约保证金 所以在银行的定期存单 我们拿去给我们的业主压 那么这个定期存单的部分 他就会设定一个职权 设定一个职权 这个叫做权力职权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担保 有时候借钱我们看到说 你借钱怎么都没有拿担保 他说我也不知道要拿什么担保 所以我教各位呢 有这么些的部分 各位除了这个 现在有一种就是 社会上叫做信托让与担保 这个在我们的法律里面 没有明文的规定 那么只有在动产担保交易法里面 有一个信托占有 但是那个是动产 也要经过登记 那各位呢 信托让与担保是这样子 我倚呢 要来跟你甲借钱 那么我们一般设抵押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 我甲就去申请法院拍卖 但是呢太麻烦了 所以他们就约定 要来借钱 就把这个房屋呢 跟土地先过户到我甲名下 那如果你约定的时间 不来还钱的话 我甲呢就有权利把它卖掉 那么双方呢 再来结算 有剩的就还给你 没有剩的话 我就拿到这个房子了 或是我取得这个房子 这个就信托让与担保 那我倚还是可以在那里居住等等 这种合约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 倚已经是卖给甲了 那实际上是借钱 所以这里会产生很多的纠纷 那么各位呢 这个甲呢 你没有来烦钱 因为房子早就过在我名下 所以他认为房子是我的 所以他就去告 所以呢你要搬走 如果他会请律师会答辩说 没有没有我们实际上是借钱 这里面并不是真正你取得所有权 你还没有把它卖掉还没有结算 所以你还没有取得所有权 所以你呢不能赶我走 如果你会变呢就会这样子 那么如果你不会变 登记已经是他的 那你又不太会变 变说这是信托让与担保 结果呢法院就判你要赶走 那你说我是借钱 你也都没有经过法院的派卖 你怎么就赶我走 所以他就不甘愿 所以各位呢 我们就有一个悲剧 就是法院判他要走了 他认为说 你给我收那么多利息 然后现在要赶我走 所以他就放火自杀在里面 放火自杀的同时呢 也把要去赶他走的 这个律师呢也给烧死了 所以呢法律的制度呢 你如果没有把它架设完整的话呢 就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悲剧 这个就是信托让与担保 这个是民间在处理担保债权的时候会用的 但是德国法呢 他呢不太认同这个信托让与担保 信托让与担保呢 在英美法里面比较有这种观念 因为他们有信托的一个制度啦 所以就是信托让你担保 再来呢 我们一般呢 在担保债权的时候呢 我们会找什么 保证人 你跟我借钱 或是说你来跟我租房子 或是说呢 你来跟我包工程 你来跟我装房 我怕将来啊 你给我乱搞 或是我钱给的你 不来跟我做 所以我会找保证人 各位保证人 有人保跟物保 那物保就是这一个抵押权跟职权 这个人保呢 很多人呢 他不清楚 银行或是钱庄呢 你去跟他借钱 他都会把你绑成连带保证人 甚至于呢 你去跟车行买车 他也叫你去找你的亲戚朋友 来当连带保证人 那各位什么叫做连带 连带保证人 其实叫做连带债务人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一个债权人 可以跟你真正借款的人要 也可以跟你连带保证人要 可以要全部一步 他也可以不困先后 都可以要 很多人认为 你应该是先找借钱 或是买车的人 跟他要不到才来找我 那个叫做迅速抗辩权 各位迅速抗辩权 只有在保证有 那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的 租认契约啦 很多的一些不是保证契约 都写说抛弃迅速什么 抗辩权 这个真的是一个误会啦 这个是一个误会 因为只有保证人才有先速抗辩权 如果他签的是连带就没有说要先去找他 后来才能找我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没有先速抗辩权 那很多人对这两个字啊 连带保证人都有误会啦 另外有一个保证的改变就是职务保证 我要去应征人家的会计业务 有收钱的 那么以前我们都会怕他心占 亏空公款款项 所以我们会叫他去找一个保人 那有时候他一亏空 他一年的薪资五六十万 结果他一亏空就是好几百万三千万 那这个时候职务保证人就超过他的那个责任太多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 我们后来的民法就修正说 如果是职务保证这一种的话 就是不超过他一年的薪资的总额 第八呢 现在在外面啊 有很多的一个债权的让语 像去钱庄借钱 以如果来跟钱庄借钱的话 现在外面的钱庄呢 会设抵押权 会设预告登记 这个预告登记其实是 根本你们就没有任何的买卖 赠予有移转的请求权 但是这个预告登记是滥用了 更严重的他会把它设定抵押以后 他会找一个人 给你信托到丙名下 等到你已呢 不还我钱的时候 因为已经信托在我丙名下 所以我进可攻退可守 我进的话 我要把你拍卖掉也可以 我要从信托这边 把你的房子处分掉也可以 所以各位呢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 我千万千万就应该要跟银行往来 不要跟钱庄 因为走到跟钱庄的话呢 你就非常的辛苦了 你大概十个去呢 九个就是没有回来啦 这是一个钱庄呢 在吃掉你的这个不动产的一个方法 他们透过信托 所以台湾真正的信托制度没有发挥 但是信托拿来用担保 误用滥用的这个情况呢 是变得蛮严重的 第九呢 我们在做这个债权的担保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债权的让与担保 老师把这个讲一下 什么叫做债权的让与担保呢 乙要来跟我假借钱 结果他身上都没有任何的不动产 也没有任何的动产 但是他对别人有权利 有权利 譬如说他对别人有工程款请求权 他对别人有律师会请求权 或委任会请求权 这个也可以 或是他当初借钱给别人的时候 他在别人丙的房屋土地上 有一个抵押权 那他当初有一个债权 可以跟丙要钱要回来 或是他们做生意买卖 有买卖的价金 他有一个请求权 所以各位呢 我们这里面就经常会做这样子 假设有开票的话 我们就票贴 就是丙拿票来 他跟我买东西 他拿票来付这个钱 付这个价金 买卖价金 但票还没有到期 他开三个月了 我就把这个票拿来跟假借钱 然后我把这个票让与给他 这个都是透过债权让与 所以各位呢 这个透过债权的让与 让给了这个假 所以我假将来就可以跟丙直接要 所以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支票或是本票 透过让与去贴线 所以在外面看叫票贴 就是把它对别人的这个票据请求权 或货款请求权让与 然后票据贴线 所谓票券公司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那么各位呢 如果有的话 我们会把抵押权让给他 所以各位呢 透过不良债权 银行的不良债权 让给了资产管理公司AMC 我们以前可能欠银行钱 但是现在为什么是那些资产公司来跟我们吹收 要我们还钱给他呢 因为银行把他的债权 让与给了资产公司 所以这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AMC 他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要了 各位这也是一种担保 就是说你把债权让给我 那么我就有担保 也是可以这样啊 我是小包 结果你大包呢 半供就是做到一半的跑掉了 那我小包的工程款没有付 那么这个情形 你大包对业主还有工程款 我呢 也可以要求你把对业主的工程款请求权 让你给我 我直接来跟业主要 这是一种 第二种我告赢你了以后 我请求法院执行你 以对丙的工程款 这个是第二种 第一种是让与 那第二种呢 是我告赢你的时候 我强制执行你对丙的债权 第三种还有一种就是 我甲代位已跟你业主要 所以各位这里面呢 有三种 别人欠我们钱 我们可以告他 然后查封他的财产 那他的财产有他本身名下的 也有他对别人的请求权 这可以查封 另外一种就是说 请对方把债权让给我们 我们直接告对方 第三种呢 我们就是代位 就是我跟你要 你不妨我 我说你代于旅行 所以我就可以呢 代位你跟丙要 这个是我们在 让债权实现的三个方式呢 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一个债权尤其是借贷 怎么样去担保 有时候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债务人有没有财产 因为他现在可能有财产 但是以后你这个债权能不能回收 为什么我们常常钱会接出去 结果都真心多钱了 那么这个就是说举手之劳 你写个借据让他签 去书局买个本票让他签 他如果有什么东西拿来压 权装拿来压也好嘛 当然权装压的话 至少他不敢报医师啊 这怎么样担保债权 永远是个课题 各位银行 钱庄 票券公司 通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的 那么这个有担保 我才有安全 这个生意呢才不会被骗 我们借出来的钱才有回收 那么这个情感上有借有还 大家呢债借不难 但是呢如果说我出去了 没有办法回收 我本身都倒掉了 我怎么挺着你呢 从事商业的人 只要有金钱的往来 都一定要知道 要如何去保障这个债权 以上老师呢提供这些方法 给各位参考 那么这个东西呢 不管是法律系的学生啊等等 没有办法这么完整的一个学习 那我把一个社会上经常在用的 这个债权担保的方法呢 交给各位 那么更细节的东西呢 往后我们再往下讲 以上呢 给各位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